苗栗一辆一领车报废 缴回车牌 结果驾驶又挂上了自制的塑胶假车牌 还沿用原本的车号 远景发现不对劲 立刻要求靠边停 交给记者许优祥 好 主播各位观众 苗栗一名蔡姓男子 他名下是有一辆沙石车的 不过早在四年前就已经报废了 那他觉得说这个性能上堪使用 舍不得当废铁变卖 挂塑胶车牌继续上路 那被这个眼尖的这个交通远景发现 蓝车查获这个悬挂未造车牌 那老旧的沙石车呢 也被警方押送到苗栗监理站 依法呢是没收这个沙石车 日后呢将要销毁 而这当事人呢 也因此吃上两万多块钱的罚单 让我听一下警方怎么说 发现一部营业货运夜饮车 悬挂号牌非比寻常 随即鸣笛四翼驾驶人 暂停路旁安全处所 接受警方机查 好的 变造车牌报废车上路呢 两张红单是两万多 不过呢这107年就报废要追缴 包括说这个牌照税两万块钱 加上燃料费3.4万 那乘下来四年就要21万多 再加上说这个逾期的罚款一倍 那再来一条就是21万 那总共呢是要花四十几万 只是因为驾驶的一时摊少便宜 没想到呢这个车子没了 还需要缴这个巨额的罚款 那警方也提醒说 这个车牌还是能够辨识的 不要以为说拿这个塑胶板 再加上自己原本旧的号码 就能够来上路 那以上是我们掌握资讯 时间交还给黄莉主播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